烏克蘭在星期三繼續發生導致人命死傷的衝突 而同時烏克蘭、俄羅斯、法國和德國準備就烏克蘭衝突問題舉行一次高峰會議 在去年4月以來烏克蘭衝突已造成超過5300人喪生 烏克蘭反政府武裝指揮官及救救人員說 在反政府武裝佔據的烏克蘭東部城市頓列遲刻 一回炮彈擊中的車站造成最少兩人死亡 烏克蘭軍方亦表示 伴亂分子在德巴爾切夫發動襲擊 殺死最少19名軍人打傷78天 在星期三舉行白俄羅斯會談前 烏克蘭總統波羅辛科說 烏克蘭和歐洲將會用同一把聲音說話 他在較早前說 今次四國峰會是結束烏克蘭軍隊和親俄分離分子衝突的最後機會 波羅辛科在星期三說 如果衝突升級 他將會毫不猶疑地在全國實施軍管 白宮表示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電話交談 奧巴馬呼籲普京支持烏克蘭和平協議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